尊敬的陳國映老師 還有三軍高家道教基金會的黃盛武的董事長 還有台大哲學系的林明趙老師 以及在座各位朋友還有各位同學 大家早安 我們先熱烈掌聲的感謝陳國映老師 今天來做這款演講 我要簡單說明一下 我們這個是三軍道家道教文化基金會 舉辦的一個系列的演講 我們會一直講下去 我們已經安排了將近半年的場次 從今天第一場開始 每個月有兩場演講 基本上都是請國內的學者專家 針對他們最新的研究的主題 來進行學術專題報告 以及研究心得的分享 那麼我們是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麼把這個我們華人社區 或者是西方學術界對於道家道教文化研究 正有興趣或正在專攻的學者們 那麼大家建立一個這個學術討論的平台 我們就是提供這樣的一個機會 那麼我們每一次的這個演講 那麼基本上我們可以把它錄影下來 那麼放在這個網路上 那麼可以提供更多的朋友 這個後續繼續來觀賞研討 那麼我們也要在這裡做一個預告 我們將會在今年的這個 今年的已經不是 那是明年對不起 2014年的夏天 暑假的時候 辦一個比較稍微大規模一點的 這個學術研習營 給大家道教文化的一個學術研習營 那麼研習營的這個具體的形式 我們還在規劃中 那麼基本上就是希望能夠發揮 我們這幾場的這個學術座談 的這個更大的一個邊際效應 那麼讓更多的 在這個領域的這個社會科技的朋友也好 學者專家也好 那麼有一個更集中的一個場合 那麼大家來這個研究相關的問題 那我們今天的演講 就從10點到12點 那麼中午的時候呢 我們基金會會請大家用簡單的這個中午便餐 所以呢你們如果事先沒有登記的話 那麼待會再我們再去登記一下 對中午的時候大家可以一邊用餐 一邊繼續做這個討論 那陳老師的演講大概1到1個半小時 那麼之後呢會開始跟大家進行討論 那我們現在就再次熱烈的掌聲 來喔 來請這個陳古勇老師 來給我們做今天的決策報告 陳老師請 我沒想到是有這麼多應該是有些是我熟悉的以後是不熟悉的朋友來 我剛才是在周日的時候 那麼我是剛剛寫完《庄子人性論》的最後的一點就是情 剛剛寫完 寫完我在廣州的中商大學 寫完我在中商大學 就是廣州的中商大學 馮達文先生 他也說你還沒寫完 但是你可以這個議題來講一下 所以我就在中商大學做了一次報告 那麼然後講完之後花了幾天的時間 我這個論情是寫了大概有一兩年 非常辛苦 因為中間一直有很多事情停下來 我首先要說 對於 你請坐好 我需要的時候麻煩你 你就坐前面 來麻煩你 我先講一點 為什麼我會寫這個議題 因為我覺得 這種情況 讓我想起 在美國 我待的比較多是在郭克萊 他們中午都有一個 拿到這個 午餐 便當 然後交換一些學術信息 所以從不同的地方來的學者 那麼很短的時間 利用中午的時間 但是我們呢 時間會比較長 我希望今天是 學術信息的交換 這樣的一種 可是我形式上 也從來沒有過的 因為我一般演講 是比較隨性 比較隨意 但我寫文章是非常認真的 我想看我的文章會知道 我寫文章 理路很清楚 講話就是 常常很漂亮的 隨性講 所以我今天第一次 我因為寫好了 我希望用我的論文 來把我整個綁住 稍安勿躁 我這個人 一講的時候還破天空 所以我想 有一方面是 修術信息的交換 我想用這樣的 好不好 因為實際上 這學系 我在這裡 我先要很感謝 我的老友 黃勝德先生 他是一個企業家 黃先生 剛剛進來的 就是中正義 他是中央研究員 文哲守 文哲守 的教授 他是劉德的 所以我想 我先要說的 我們這個組合 是黃先生 我一生 大概在1990年代初期吧 我在北京大學教書 這個說來話長 因為我在 台灣大學 1973年之後 1973年 就發生這個 因為保鏢運動 然後 一連串的 整書事件 哲學系 被一共 很多年輕的老師 講師階層為主的 被解聘了有十三個 兩三年 所以這個叫台大哲學系事件 1993年之後 我幾乎就 沒有很正式地 回到 哲學系 來 後來平反父子來講課 但是之後 我又 年紀 到時間不能在台大教課 到文大 那 完了 離開 也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之後 我現在第一次來這裡做 學術報告 那 我先要說 那個時間 1973年之後 其實我很常識 其實不能在 一直到1979 1997年 我是不能在台灣任何大學演講 甚至我聽演講 都可以做報告 所以 這種情況 對我來說 我今天坐在這裡 我覺得很珍惜 然後 我是1979年到美國 也十四年不准回來 連看親人 長輩都行 那麼 這情況 所以我才到 北大 很偶然的 我收集資料 就在這裡教課 然後 黃先生呢 他要跟我見面 後來我說 你能不能成立一個基金會 道家 道教的基金會 因為他是道教的 很虔誠的信仰 那麼這樣呢 他花了六七百萬 就是一個基金會 然後 他 後來 1997我才 回到海大專任 回到海大專任 那麼在那個之前呢 黃先生 我在大陸的時候 北大 北師大 還有四方大學 中商大學 還有好多大學 他都支持道家道教的研究 那這個 我在大陸的一段時間 因為海蝦兩岸 有點共同點 就是在這裡 儒家 是得到 比如說 當時 蔣老先生是 恐共學會的會長 儒家會得到 比較多的支持 比較多的資源 那到大陸也是成立儒聯 也很多的支持 而且到人民大會堂開會 那麼道家呢 是民間的哲學 道家是民間的信仰 所以呢 比較少人支持 那麼我在香港 得到輕鬆放 頭腦全身的支持 所以放道家文化研究 那一期支持一萬美金 到現在放了二十七期 然後又辦了兩次的國際會議 第三次就是黃先生 黃聖的先生的支持 每次大概都要花十萬美金左右 所以我這一生大概辦過 五次左右的國際會議 就是跟道家有關的 那麼 黃先生是其中 藏著我們大概有十多年 道家道教的學者 能夠大家會集在一起 會集在一起 那甚至於 中正義 對不起我先聊天 廟坑還沒來的 他去幾所見 甚至於他們兩個人認識 他們兩個人結合 都是因為黃先生支持我 辦那個道家道教的會 所以我想 只要黃先生在會 給我們帶來很多好運 那謝謝黃先生 他現在還繼續支持 這個我們知道 蔡耀明 他就跟國教堅 見到很多的房價 那我們到家呢 也希望將來能夠 有一些資助 然後來辦學術法論會 好,我今天在这里是来讲一个修术专题 这恐怕我在台湾很少有 因为我的演讲随性很少是把论文写好 然后很严肃的一个修术报告 我是很不习惯 不过呢,我觉得方式起头囊 那么宝瑞教授他主持跟林兆他们怎么要我来 所以我就不能太随性 那么我讲这个庄子人性论 我先说一下 我一年前刚刚把1995年之后的参加很多国际会议的文章 会成一本书叫《道家人文精神》 那这一本书呢,是我有一个主题思想的 就是关于道家的社会关怀 跟道家,因为一般提到道家 都认为道家,比如说受魏晋的影响 认为呢,智朗跟明教 道家呢,是智朗 明教就是人文,是文家 好像只要一提到人文,那就是文家 我不同意这个看法 因为先行诸子都受到英州的一个祖先宠拜的影响 所以他们那个中法伦理思想 就很代代相细 一直到了不只是同志 其大臣 后来的发扬发展 而且老子也是 但是,我认为老跟庄不像一般 很多学者 大陆,或者说 欧美,日本,西方 有很多人都认为老庄是反文理主义 这是很错误的 如果大家有问题,等一下我留一点时间 大家来讨论 好吧 那么,因此呢 这个,我觉得人文思想 是从英州到先行 孔老 这个阶段 就汇成一股思潮 文败的思潮 冲击到先行诸子 无论是墨家 法家 道家,農家,各家 都受到 英州以来的人文思想的冲击 所以我 道家人文精神 就是从这个 道家社会关怀 跟道家人文思想 这个角度 来 我参加学书会也好 我写的文章 都是按照这样一个 中心异己思想 来 延伸 来 那这个书 我说 已经 刚刚出来 但是 已经 那个德国的 一个教授 现在在阿尔兰 Murin 他已经把它发音进去英文了 他在 可能 西国大学 如果手续办好 就会要出版 那么 完了 我接下去 就是思考 专制文性论 那么 我 我先讲 我这个心理路程 好吧 因为我文章 其实如果要的话 也许你们可以跟 林兆老师 或者是 跟我助理 慧玲要 现在还没有发表 也许稍后 你们要的话 就可以 一秒 我这个 我对人性论 有我的一个 心理路程 学书的心理路程 我能不能 在这里先讲这个 好 各位知道 我在念书的时候 我 跟大陆学者很不同 后来我了解 大陆是 匹林匹孔 匹孔 农家 兽雅典 就是 马力 当道 把中国的文化 都 什么 唯心唯悟之类 我不用这个情形 反正我 我认识 我认识是什么样的 慧玲 老师 老师 我们要入乎 没有 就是 好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别的办法 好 认识一个架子 找架子 找架子 我这样 这样行不行 这样怎么可以 好 好 我说我这样讲行不行 我还是要拿起来 我先要说 马列当道 都是唯物唯心 四大块 谢谢 好 这样 几大块 所以 奴家 也受压 但是各位要知道 在大陆 压得最厉害的 不是孔子 因为孔子还是经验主义 应该老庄里边的庄子 老子是唯心主义 但是是客观唯心主义 庄子是主观唯心主义 所以对主观 对庄子认为是虚无的 颓废的 那最坏的名词 都讲给庄子 这个说来话长 我现在 在台湾的深层环境 刚好是道统意识很浓 道统意识 好 所以呢 道统意识 就是政治上的奴家 跟学术上的奴家 是若积若离 若离就是他们 学术上奴家 瞧不起政治上奴家 但是呢 他们在反共的基础上 以及 学术保守主义的心态上 所以他们又结合 你们 我不应该在这里讲 但我这个人讲话 就是比较随性 你们看台湾这个世界 好 被清掉以后 就是认为是阴系 阴海华 阴系 其实我是属于方东美 所以方仙是我指导教授的 这两个 我等一下要讲到情 我很欣赏 任其性命之情 跟安其性命之情 如果从阴仙那里 我是一种九神精神 任其 从方仙那里是安其 所以我很矛盾的 在我一生 有很多矛盾的事情 我等一下 讲到情我会讲 好 那清掉以后 前幕 港台新武家前幕 这个唐靖毅 习富光 还有另外一个 我不说了 好 那他们前幕是台大 他好像还让他进来 起码历史系 他脚不踏进来 可是我亲眼看到胡适 是历史系的教授接待他 在行政大法的会议品 我那时候才大学二年纪 看到胡适出来 不是这个系 是历史系 那好 那个 所以哲学系 后来清掉以后 西富光也不来 不知道 那还是有点 不能说把音系清掉 那么就进来 但是也有新武家 其他的也到这里讲过 这我没有讲别的 我心里闷了几十年了 我就讲出来 所以我对新武家 不管哪一个 讲道统 我都 我就是说 等于我是追求自由民主 所以跟那个道统 讲那种偶像崇拜 那个圣王 那种绝对化的东西 那个 我是一直 那个 我这里面只是 我 你们看看方东梅先生的 宋代新儒家十八讲 你们再看看 英仙的书信 英仙表达他一生最痛苦的是道统 最大跌人是道统 是因为啊 比如说 那个时候最高的领导 也在介绍儒家 但是跟孔孟不同 因为孔孟是 你就可以坐一下 站起来一下 因为孔孟 就是我有时候 呃 站起来有时候坐牢 跟川子琪们讲的那个 影子跟微影一样 好吗 因为我刚吃过饭 我有的时候 会有点 这个 这个 脊椎痕 就是坐着身边 我累到的是坐下 好 对不起 那么 就是 呃 刚刚讲了 孔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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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孔孟不同 因为 是 那个时候 的 这个 蒋老先生 是孔孟学会的会长 他宣扬的是 这个 这个 宗校 是一校做宗 宗以领兴 一校做宗 叫宗以领袖 所以 造神运动 两岸 一个毛 一个甲 都要造神运动 所以 这种情况之下 英先 他 说 他终身最拿的人是道德 是 跟现实有关 方先 你看 整本 圣诞新儒家 十八家 都在批这个新儒家里面的道德 的意思 好 所以不只是说 我自己 我只是 一个年轻人 不一定是受了方先 優先的影响 在那样的一个环境里 觉得 追求一种自由民主 是 我们好像 每一个年轻人 好像是 一种 有这样的一个心愿吧 因为是白色恐怖 好 这个讲得太长了 所以 我对于新儒家 讲 人性论 什么 心啊 性啊 我就不感兴趣 我有这么 逆反心理 对不起 我现在 我支持不对 所以我也 自己来 认论 等一下 逆反心理 好 所以呢 我 逆反心理 我就到家 就是好像 农家在谈 心性 人性论 和儒家 那么 道家呢 我就不太著名 可是 后来 慢慢慢慢的 我觉得 儒家 为什么会贬义这个情 只讲心性 心体 性体 但是呢 完全不讲情性 这个情性很重要 所以呢 我就开始 从另外 我到大陆 看到张太年先生 他 讲 孟子的心学 因为我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讲 孟子的心学 我后来也看到 因为我在 大学的时候 研究所的时候 哲学系 不开 奴家 那不是不开 《易经》 《周易》 那我就到中文系 听《七万里勤》 《学宣》的《周易》的课 所以 到了大陆 看到 张太年先生 把《易传》提的 非常高 后来我就开始 看《易传》 一看 怎么那么多 很熟悉的 这个 概念 范畴 秘评 所以我就 戏词 静气 我写了一个戏词 所受思想 老子思想的影响 结果 有一个 儒家的 他批评我 我写一万多字 他写了两万多字 但是 十几年来 我不吭气 我就一直写了 二十五篇左右的论文 慧晨 《易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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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的心整个流一遍 发现只是那一天我就写了三万多字 写了道德的心 不是 写了三万多字 后来在 因为我十多年都在台湾的汉学研究文史则 这一遍我发稿 又在这些研究 所以我就转向这些研究 后立的分了两期刊登 接着我先要简单的从这里引出来 然后再回到主题 就是 我把轮椅跟老子看 老子出现唐星出现十次 孔子出现六次 轮椅出现六次 但是都没有跟他 两者最重要的核心观念联系 比如老子的心 没有跟道直接联系 一直要到庄子 才把道落实到心 比如心在 对不对 比如说心 那个道是无所不在 对不对 那 然后 孔子 只说过一句话 这个 奇心三叶不为人 只是奸解的 所以 一直到了孟庄 我发现 战过中提 以后 孟子 唐星 突然之间出现一百二十多次 庄子 出现一百八十多次 诶 这是怎么回事 后来 我细细地 一个一个考察 发现 孟子 跟庄子 跟庄子 都是以 关怀生命作为主题 因为在古代 没有说脑子 心 你的心神 心思 你的思想生命 是由心发出来的 你的精神生命 也是从心的发出来的作用 所以 心是精神生命的一个建构者 也是思想生命的一个创立者 所以呢 我就发现了 这战过中提 两个思想的巨人 一个孟子 主要有一百二十次度 惨罚一个道德艺术 道德行为 就是道德行为 而庄子呢 主要是审美的心 那 我这文章 因为我很长 我已经发表过 接着 我又思考 人性的问题 孟子跟庄子 一个对比 一个人性上 一个人性真 那么 我又开始写 庄子 人性的真和美 主要是真 那跟发现 有一点不同的就是说 庄子 它人性有两个定义 一个是 普遍性的定义 一个是性者生之子 另外是天地篇 是个数性 强调每一个个体的不同 等于我们说 一片树上一片 没有哪一片叶子是相同的 所以我就又接下去 这个 探讨 它的人性论 有一个 道者 道之真 就是一个行上学的理论的根据 所以我这个呢 习也写了 大概有一万多字 很长的一本 然后写得很累 我常常会想到 习户关先生 是我的师婆 他常常讲 他写文章就可以生下来呀 他生了就再也不要生了 但是一会儿又还想写 后来我就发现了 为什么 卢家只谈新性 后来发现 从董宗书 把阴跟阳对比 把性高能压一起 然后陈珠也是一样 把性 天地之性 气之之性 然后又是把 道理阳 跟气阳 一个对比 又是追性做情 所以 刘家很长时期 对情是一种比较贬义的 性跟情 所以我就一直在情性不移的基础上 然后 我来这个 那么 但是我现在要说到一个那个 就是我从年轻开始读专者 一开头读专者 我就发现 哎呀 任其性命之情 安其性命之情 吸引着我 但是那个时候 我还没有想到 那我 因为喜欢理财 所以就会想到 Dionyshioska 或 所以一个 任其性命之情 一个安其性命之情 这几十年都是这样 我非常欣赏这个任其人 也很欣赏像祭堂 像那个明大的那个 李周武啊 这样的 还有像文艺李周武啊 像这样的 任其 所以我的现实人生 跟修书人生 其实是矛盾的 现实上老被打 修书上 你作为一个学者 你要很安定的 要安静 所以我这个 像刚刚起的 方仙跟英仙 然后 尼采的 Dionyshioska 然后我内心一直是在冲突 现实上 他们的大感情 要很久才爬起来 然后 又是要如何安静 安安 还没安好 又任情 所以我这个 就 对于情 我觉得有无情 任情 安静 好 今天 好像明照 跟 参耀 跟最后的 参耀 他也写了情 是不是 可不可以把那个情打出来 没有 好 明照那里没有 我原来有列了 有十几篇论文 是 讨论情的 我记得 妙分也有列出来 还有 陈金梁 还有 简光 还有 没有是吧 好 抱歉 对 我是在广州的时候 被 张勇奕 我说 要投稿 他说 你这个两万三千多字 他只能容纳一万两千字 所以要删 把很多字 很多都删掉 所以把 参耀风 也删掉 对不起 我现在开始讲情 我能不能 我觉得这个 对我还是一个束缚 好像有点热 我可以胖掉 好吧 对 给我休息三分钟 我不管这个 但是他们会冷吧 好 谢谢 谢谢 因为我 我非常怕闷 我注意了 我刚才 嗯 好像 我 刚才 两个人 还不是那个 我的一个提要是在那边 那我现在就是出现了大概六十次左右的情 因为在我们一般印象当中是无情说 因此认为庄子是否定情 是不是这样 但是当我们把六十个情每一个理的时候发现 大概只有四五处 可能不到六处 就是情这个概念 这个词字 当然喜怒哀诺 立胖 变质 那个是要避免的 我先讲心是有逍遥有彭心 其无论有诚心 所以庄子思考问题 我发现跟孟子有一点点不同的 就是孟子谈心几乎一百二十次 一百二十多次里面 几乎有一百二十次都是正面 但是庄子呢 除了正面 他经常会思考负面 这个叫做道家的逆向思维 有时候显像之外 它会向隐处来探望 所以他谈心 它会从彭心 陈心 或者是西心 正反两面 以明之心 正跟反它都会将造到 但是儒家 比如说孟子 他比较是从正面来思考问题 他的心体 或者是道德心 或者是正面的 同样的秦 庄子也是一样 他会看到在一个群的关系里面 就总观的事实非非 那就不平衡 我想 不管在大陆 或者是在华人的世界 华人特别是心机比较重 对不起 我常常对美国的官僚 美国中心 常常很多批评 我一次能讲得要批评 那当时呢 我觉得美国的老海县人 他比较 跟中国比较纯一点 老中心机比较重一点 对不起 可能会这样子 所以呢 我觉得我们会比较 比如说你看电视 我现在有我看电视了 那个名嘴 一坐下来我就知道他要展示 就是以士其所非非其所是 就是庄子讲的 就是人间啊 有一个群啊 然后跟着碰碰 真的 我很感慨 现在这个男的律啊 可能不完全是在一种撕裂 一种奔裂 没有办法那种 有时候你看他们的两派打架 其实网上他们也是一起喝的 这我知道的比你们要多 所以呢 这种情况呢 是庄子看到琴的负面 可是琴这个概念 琴这个概念的几次 庄子出现六十二次里面 大概有五十六次很可能 不还越细 除了德忠武之外 其他几部都是从正面来看的 特别是外杂篇 情跟性 性命之情 还有一个联系 这是第一点 所以呢 那一篇来说 我的文章在《情性不离光》开头讨论的一集 但是我把这一集热掉 不然我用时间 那么在这里我先从它内容提要 那么整本书呢 我们看了 《情》的一集突出 应该是庄子 在现情中的一个 虽然《诗经》 上书都提到《情》 但是《情》呢 这个《妙部》的文章也提到 有几种意涵 主要是感情 主要是诗情 就是真实的意思 感情是后起的 我个人也不同意 A.C. Graham 认为 情就是issence 感情是 判以后 好像妙部本人都讲的对不对 判以后 好 我觉得感情的情 应该在路由何启农 这个书是宝瑞将会给我的 那里面它有把古代的书 情的概念的演变 还有一段论书 还有妙分的论文也论 这里没有这个好 没有关系 就是 就是 好 我把情 人情 这个概念 也是从那个好 所以我讲到立象思维 一个那个好 然后 那一篇呢 我现在从那一篇来讲起 好吧 那一篇 那一篇的情 因为是我要 我们要谈到 德辰乌古的庄子和惠子的论点 人不无情 是吧 但是 其实我们要把整个那篇 作为一个 他们谈它的背景 特别是 庄子和惠子 在对话的前面 有一段 那个很重要 问题是跟那个前面一段有关系 这等一下我再说 但是 我们应该把那篇 有关情十八次 都做一个空体的考察 我发现 逍遥游的人情 不是负面的 跟平五篇人情 出现两次都非常非常重要 是中国古典哲学 或者是古典里边 出现人情 最早就是庄子 后来的荀子 已是推出 还有 特别是 这个 白岸子 特别突出 篇地人 把人情抬得很高 这个地步 所以 逍遥游的人情 特别是平五篇 仁义其非人情 这个 议题的提出来非常重要 仁义 礼乐 都要合合人情 仁义要合合人情 好 那么 其无论 也有 唐真经 真宅 也出现 有情 这是十的意思 我现在请各位注意 有商 天 逍遥 还有养生族里面 顺天 背情 正面来看 就是天情 天地之情 是外杂天出现的 然后大宗师出现 恒武之大情 跟道有情有性 我把道有情 这个情就是 性实 真实的意思 并不是感情 如果严格意 但是它也许可以 蕴满了感情 对不对 但是主要是 真实的意思 好 那么 所以 我们看 人情 天情 道情 的概念 从 整个那边 从 大宗师的道情 养生族的天情 到 那个 人间世 而不是逍遥游的人情 人情是 本仪天情 天地之情 跟道情 是为它的意 就是 本仪天情 言以道情 也就是人情 有它 一个形上学的 一个理论依据 这依据就是道情 或者天地之情 所以我觉得 这样才能了解 德充福俗说的 德充福俗说的 道一之貌 天一之行 阿德夫 不为之人 这个人情 有两个密码 一个就是 不要有 是主观的 是是非非 是非 是非 是非毫无套物 这样是伤其身 这是从负面来讲 而应该回归到 人情 本仪天情 言以道解 那这个是 我对无情说的 一个论迹 我觉得像 陈金良先生 在很多里面 我很欣赏 这篇文章 他有讲到 负面的 就是 负类之情 陈金良 Elon Chan 新加勒 美国大学的文章 他用英文写 有中文的翻译 在刘肖港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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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中文的 在刘肖港 在刘肖港